大家好,土菜土桌的生物 这是我 因为要过新年了 要去走亲戚 我准备给小朋友做点点心 这一款是雪花酥 里面有花生 还有蔓越莓 有各种原素 还有饼干 还有巧克力豆 比较多小朋友喜欢的 看东西原素比较丰富 色彩也比较丰富 但是看起来 看像不怎么好看 但是如果是装到包装袋里面 也会挺 也会弥补它的不足 做了这样一款 张张 圣诞 儿童版雪花酥 下面就是我做的这样的过程 分享给大家 这是150克的棉花糖 50克的黄油 还有150克的饼干 这个小米饼干 小朋友嘛 150克的花生 烤构的花生 然后是50克的蔓越莓干 然后这一点 巧克力豆 五彩巧克力豆 然后还有一点 装饰的 一点装饰的 QQ软糖 装饰到表面上 我现在把这个东西倒在一块儿 出到黄油和到 把这个料 先把它拌一下 这个巧克力豆 因为我想要这个颜色 看到缤纷一点 但是这个巧克力豆 实际上它预热的很容易融化 所以说 就 搅好的要赶快拿起来 要不要混在一块儿 好 现在呢 我就要去 把 把 棉花糖和黄油把它融化 好 这锅热了一点呢 就把它 黄油放上去 因为黄油把火打得最小 因为黄油的燃点比较低 就要让它慢慢融化 好 现在把它放进去 把它放进去 慢慢融化 全程就是小火 快好了 但是还是有 还没有融化的 再融化一下 好 现在就要把火 关掉 把这个 倒进去 先手搅拌它 好 现在我把它倒到模子上面去 用模子 这个烤盘上面我撒点椰粉 防粘的 防粘的 然后把它倒进去 好像到晚了一点 为什么呢 把锅子沾住 把锅子沾住 把它捧一下去 上面再撒一点 椰子粉 好 我把小鱼啊 我就再放一点在上面 点缀一下 点缀一下 还有这个动物的饼干 放在上面 点缀一下 颜色 熊仔 红的少了一点 红的少了一点 放在红的 红的 现在把它搅拌了 现在整形就差不多是这样了 因为它整形也怎么出什么名堂来 好 现在就放了让它凉了 凉了再切块就行 好 现在就等它放凉了 好 现在就等它放凉了 再切块 好 现在我就把这个雪花酥把它切一下 切成块 有三千四三个小方块 有三千四三个小方块 表面上糖没粘住 这个有点像脏脏包一样的 脏脏脏雪花酥 看起来很乱 但是小朋友一定非常喜欢吃的 因为它结合了坚果和干果 然后还有饼干 还有巧克力豆 还有一些Q的 比如说熊啊 狮子啊 一些动物的元素在里面 现在我就把它装到袋子里 还是先来拍一下照再装 那我这个雪花酥呢 圣诞版的儿童雪花酥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看